话题来关心 总统蔡英文以及卫福部长陈时中 4号才造访彰化基督教医院 帮医护基层打气 没有想到下午传出 在院方服务25年的皮肤科名医邱祖满 在脸书po出了3000字公开信 控诉院方从去年底开始完全没沟通 任意调动职务减诊 如今还毫无理由不续聘 让他感觉被家暴 而且不止他一人受到院方如此对待 对此院方不愿多做回应 但这也是继去年眼科名医陈山尼 控诉被张机高层打压离去之后 白色巨塔风暴在起 就很像家暴 家暴一发生就无止无休了 没有什么他可能会好转 他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服 25年的皮肤科名医邱祖满 他不满医院在完全没有和他 任何沟通的情况下 对他做出不续聘 让他觉得既生气又委屈 我想有问题的不是这个医院 有问题的是领导阶层 邱医师更直指去年底他的先生 同样在张机耳鼻喉科服务的 肖信川医师也是遭到院方霸凌 最后愤而离职 从那时候开始院方就任意调动他的职务 擅自将他总院的四个门诊 减为两个 改为较为偏僻的陆港和二林分院 而且期间都没有经过讨论 但他仍坚守岗位服务病患 却害得他因此丧失训练住院医师的教师资格 只是说就差这个十天 我的退休金就从有变成没有 那我觉得是其心可意了 而这期间邱医师都没有放弃要和医院沟通 但始终都得不到正面回应 写下多达三千字的公开信 抒发自己的心境 他也点名强调遭受到同样这种欺凌对待的 不只有他一人 只是希望这座救人的白色巨塔 千万不要变成了恐怖之城 接到我们帽章话报道